上個禮拜的重點大家複習一下 第一個就是如何把網路上面的CSV檔 所以未來在網路上面的檔案格式 其實很多元,不過最多還是CSV 這個CSV的話,其實它的結構很簡單 就是一個文字檔 藍跟藍之間,中間要逗點就對了 所以假設你把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你用那個記事本打開的話 這個CSV它其實就是逗點逗點的 尾巴換一列就換行 Enter換一行 因為CSV檔直接可以用Excel打開 所以我們打開來就是可以做 可是如果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需求 就是我不要下載之後打開的話 那我可以寫一個下載的程式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寫了一個按鈕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是寫了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它就把在網路上面那個CSV檔案 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它就可以直接放在A1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自動呢 後面我們又插入三個欄位 因為後面我們要解決三個問題 分別是歷年來哪一年的切到按鍵最多嗎 有沒有越來越少 然後還有區還有路接到 那三個禮拜的程式基本上 我是把它寫成按鈕 不過現在我不敢按 因為現在連線可能會失敗 理論上按一下就OK啦 不過可能是連線 所以我等一下再等它穩定 我們先來看一下程式 那這個程式要怎麼可以看到這個按鈕 我前面講過了 基本上幾個方法 它這個按鈕 背後的程式就在開發領域裡面的Visual Basic 或者是我個人比較習慣是直接按鈕按右鍵 可以直接指定那個聚齊 那聚齊你就可以把它轉換成SARB 其實在這邊聚齊指的就是一個SARB 所以如果你按右鍵呢 指定聚齊之後再按編輯 它就會自動幫你用Visual Basic的編輯器打開來 有沒有就自動打開 那它會自動把游標停在這個SARB的下方 所以你會把它一閃一閃 就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好像寫了蠻多段的 所以我們分別把它做個複習 其實複雜度真的還蠻高的 因為只要你有一個閃失漏掉 你後面應該就會失敗了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就是第一個 先把資料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一樣是請那個SARB寫的 而且有指定給他說 請幫我用這個物件 叫做CrayTables物件 那為什麼要指定用這個CrayTables物件 因為這個物件其實是最簡便的 當然如果你用別的方法也可以 可是寫出來程式非常隆長 而且執行的效率非常不好 所以乾脆直接跟他講 你就用這個就好 OK 所以這邊 還記得吧 然後呢 我們好像 他給的程式裡面有一個錯誤 那個錯誤就是本來這個TXT有沒有 他好像用URL 而造成的錯誤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個 這個TXT跟URL不一樣 其實我剛剛解釋 CSV有沒有 他其實就是一個 TXT的純文字檔 所以如果你用URL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那你說老師什麼時候用URL 就是如果那個資料來源是一個網頁的話 OK 比如說後面我們有一題有沒有 就是那個 看現在連不連得上 有一題是那個大樂透這一題 用CrayTable下載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有有有有 有比較快 剛剛轉半天轉不出來 我現在再重新 按一下 好 讓他跑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一樣 我這邊有一個已經寫好的程式 那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程式在這邊 一樣有一個CrayTable有沒有 Add 其實Add就是增加一個什麼東西 增加一個Connection就是連線 也就是說呢 我要連到那邊 然後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後面有一個關鍵值 有沒有 Connection後面的話呢 我之前剛剛的那個 那個程式是TXT有沒有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邊是TXT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是一個網頁的話 那記得要用URL 那什麼叫URL 這個其實 簡單講 就是浏覽器有沒有 你上面這個就是URL URL就是一個網址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輸入什麼網址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URL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將來你要抓的資料是一個網頁的話 那就是用URL這個參數 這個可能很蠻細微的 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可以確定是不會錯的 那你說老師那那個大鬧鬥這個資料 這個這個是指什麼 其實你們如果有興趣 你們後面等一下可以點進去看 這邊的話 因為我本來之前有一個範例 就是去分析 歷年來大樂 不一定 樂透彩的那個中獎 但是我只有分一兩年 同學說老師兩年太少了 對不夠嘛 因為大數據嘛 所以我們要把全部的資料 歷年來只要有開獎記錄的 後來找了一下有一個網站 所以Google查大樂透歷史 就有一個網站叫什麼樂透雲吧 我把那個網址直接就複製過來 它就是一個網頁有沒有 特別注意它不是一個檔案 不是CSV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假如是一個網頁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網址對不對 那記得就是一定是URL OK 所以這個分辨的方式 應該是還蠻可以理解的 那所以後面呢 如果假設我們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抓到這個大樂透 歷史資料全部的號碼的話 那以前要怎麼做 以前如果像這麼多頁 它這個資料好像是 從第2024年的 10月 先前 10月嘛 4號 它就昨天的 昨天開獎記錄這邊也有 有沒有 然後一直到 所以禮拜二 禮拜五 禮拜二 所以它一直往前的話 你可以看到 但是因為 歷史資料非常龐大 所以它只要一頁 像這個是第一頁 所以它總共有76頁 那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個 這個這個號碼 就是 所有的大樂透 歷年來的資料的話 那以前要怎麼做 就把這個表格有沒有 選起來有沒有 然後Ctrl C Ctrl V 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頁 下一頁的話就第二頁嘛 第二頁你要點下去 哦 等一下就有廣告 廣告這個可以刮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會切第二頁 那一樣 你把它選起來 Ctrl C Ctrl V C 那它做76次 OK 你可能做到10次20次 你就已經很厭世了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做完 那如果假設你的資料 每天都會更新 那你每天都再來一次 所以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是機械化 那你也想說 這樣有點 好像不是很OK的動 所以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我們一個忙 就是可以把這個資料 快速的抓下來 不用人工哦 而是用程式 去完成這件事 那當然做法是這樣 因為有76頁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 你先抓第一頁 做第一頁下載的了的話 那你再把它改成一個回圈 因為在這個 城市裡面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重複做 人一定是最討厭的 所以你只要下載一個 你再寫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數量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希望呢 這個回圈就是從1 幫我跑到76 也就是直接就幫我下載到那個Excel 他就按個按 執行之後 他就全部就下來了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有個練習 就是做這一題 剛好同學好像對這個 滿有興趣的 可是我們重點 是希望說 能夠爬蟲 OK 而不是算名牌 我要幫他搞錯重點 因為之前我每次 交到這個章節的時候 那個YouTube上 就會很多人留言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單單教我 怎麼算名牌就好 我想說你搞錯重點 OK 重點不是在預期 當然你如果有資料 你要後面要怎麼演算法 怎麼自己去分析 那是你的問題 當然我們重點是把 歷年來的資料抓下來 所以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這個我是在雲端白板的 第二個單元這裡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先預期一下 然後大概了解一下這個結構 那你想說老師 那有沒有什麼特徵 我可以知道說 之後怎麼抓 其實各位可以分析一下 上面這個UIL 其實UIL 你的中文翻譯 你就乾脆分成網址 就好 網址應該比較精確吧 UIL 或者你們自己查一下 Google一下 什麼叫UIL 反正白話意思就是網址 那網址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有個特徵 前面的話一定是什麼 https 斜線這個就是他的網站 他網站後面有一個斜線 有一個什麼什麼.asp 其實跟各位講 什麼什麼.asp 就是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幫我把我要的資料抓過來的意思 抓什麼資料後面有個問號 問號後面呢 其實就有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叫in-page in-page 所以page網頁 所以等於2 我們剛剛做什麼 我是不是點了2 對不對 等於2 那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點了3 就會變3 好像有可能 ok 那後面還有個and and應該是和什麼 第二個參數 所以你會發現參數名稱 都會放等號的左邊 參數就會放右邊 有沒有 所以old by 等於new 等於new old by應該只要把排序 那排序什麼 把新的排到 new的話應該是新的在前面 舊的在下面 所以如果假設我給他打一個old 會怎麼樣 不過沒關係 你們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今天呢 假如我們要知道這個參數 跟我的動作有關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點3看看 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indage page 有沒有 馬上等於3 所以驗證了 如果我今天 希望得到1到76頁的話 很簡單 我只要變動 這個等號後面的數字 就ok了 所以我們大概 後面的流程 第一個 先抓第一頁 也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寫一個回圈 那那個回圈的話 就是 就是給它一個範圍 一般是用for回圈 for i i的話就是它變動的數字 等於1到76 然後呢 這個76呢 它會變化 第一次先跑1 然後丟給UI 那就是抓第一頁 那底下就把第一頁抓下來 那再來 回去就變第二了 所以抓第二頁 一直在推 那抓下來的資料呢 我們就分別把它放到Excel 那不就可以把全部的資料都抓下來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明白 那這個請各位先知道邏輯 order by的話呢 這個理論上不改 因為其實我們沒事不會說把它從舊的跟從新的 反正我們全部抓下來就對了 我們不管它新舊 只是說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把new改成什麼 改成old ok 然後enter一下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你會放old之後 old如果把它改成1好了 第一頁開始 那理論上 它應該就出現什麼 2004年的1月5號 星期一 那這個的話應該就是大樂透的第一期的時間了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大樂透什麼時間開始的 不過這個不重要 應該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反正能夠中假最重要 時間不重要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待會會需要做的一個練習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就延伸了 一樣用create table 這個護線 然後後面的話一樣是add 所以這個都固定 那其實主要就是給幾個參數 兩個參數有沒有發現 connection 這個connection 顧名思義 應該可以懂 就是連線 有沒有 那連線如果是tst 一般都是csv或文字檔 然後後面給一個網址 有沒有分號後面就是給這個網 網址的話 實際上就是那個csv fund的位置 然後底下的話有一個destination 顧名思義 就是你把下載的資料放哪裡 我們就放在哪裡 放在A1 前面加一個ws 指的就是那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前面不是有一個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部的第一個工作表 那就幫我把它放進來 底下的話就是一些相關的參數 就是豆點的分科等等的 那當然呢如果我們用chall gpt 你會發現他也會給我們相關的註解 反正以後單影號開頭 後面的這個資料都是註解 這個註解的話主要是解釋 就是程式到底是什麼用處的 這一段有沒有就解釋前面這裡 那這一段的話呢就是解釋下面的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chall gpt 理論上都會給註解 但是有的時候給的很詳細 有的時候給的不詳細 而且甚至有一些好像他抓資料 好像會抓到對岸的那個簡體的 所以一過來奇怪怎麼變問號有沒有 那會亂碼 那也有可能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未來如果假設你希望讓他產生程式的時候 另外呢註解也寫詳細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那個敘述後面加一個豆點 後面跟他講說請幫我加上詳細註解 有沒有他就會在這個後面呢 每一行每一行給你寫詳細一點 或者是說詳細或者說豆點 請用繁體中文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是簡體的話 或者甚至有一些我看過他給你的資料 居然是英文的註解都用英文的 那當然你會很不方便閱讀吧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chall gpt裡面的語法裡面 再跟他講一下 他就會知道說原來你的需求是這樣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是利用cretable 有沒有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放在A1對不對 所以應該沒問題 然後在做什麼動作呢 再插入三個欄位 有沒有一個兩個三個 這三個欄位呢 分別是放這個 加下面的公司向下填滿 有沒有所以這個都一樣 那所以我們跑起來的話 我最後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先下載 然後讓它轉轉轉 然後這個時候有了 應該網路比較順的一點 有OK沒有失敗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接著繼續來看 就是後面的部分 然後我剛剛的那個 這個我看一下 還有樞紐分析表 產生的這個VBA層次 那我們後面好像還有 讓它自動產生這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 哇糟糕 我好像 序則E有沒有 因為剛剛我是 用這個名稱 那序則E有沒有 指的是哪一個 第一個嘛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當然不建議用這個名稱 不然的話就把這個名稱 改在這裡才對 不然它會更新片 更新第一個 那乾脆就是直接把這個名稱 改成資料好了 然後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所以以後寫程式 還是不能太隨便 因為你用E 之後就會出問題 E的話就放一個第一個 那乾脆用指定的那個 工作板名稱 那因為我指定的是這個工作板 所以更新的話也會這個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才更新 所以我剛剛這個更新錯了 怎麼辦 有個方法 關掉不要存檔 再打開應該還在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 上個星期的部分的那個 這個 範例先打開 後面的話我們是希望說 把樞紐分析表旁邊再畫個圖 有沒有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是做一個什麼 這邊 樞紐分析表旁邊做一個樞紐分析圖 如果我的需求是希望在旁邊插入一個圖 那優標一定放在這裡 然後按下樞紐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然後找到樞紐分析圖裡面的折線圖 還有資料標記這一個 按確定 然後並且把它放在D2 跟M20好了 假設M20 比如我有一個範圍的要求 固定就是幫我畫在這裡 那並且把上面這個名稱改成什麼 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並且改它的樣式 常用裡面的紅色字 出體然後這邊改成18好了 然後並且把這個圖例給拿掉 這個好像之前我們做過 圖例拿掉 那不過我們之前做的都是手動人工作業 如果我今天希望這一個部分是程式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前提是我們已經有一個表格 統計表 利用這個統計表產生這個圖 不是用手動的 不是用人工 那應該如何做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範例打開好了 待會我們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